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现在国内疫情控制逐渐稳定 消费者旅游消费的信心进步提振 这个假期一些热点的城市酒店预定量 同比出现了大幅增长 甚至是翻倍 此前积压的旅游消费的需求可能集中释放旅游市场 或将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增长 一票难求 一方难求的现象将再次回归 那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出游的计划了呢 如果没有 也没有关系 您不妨先跟着我们的镜头 去饱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里面或许有您心动的目的地 温州燕荡山天下奇秀 深阔梦西碧潭里的一片燕荡山 让钟灵玉秀的燕荡山走入世人的视野 燕荡山位于浙江省岳青市境内 倚靠着东海岳青湾 拥有着海上名山 还中决胜的美誉 燕荡俊秀秀在何处 夜游体验 体育运动 研学教育 汤养度假 科技潮玩 乡创民宿等时尚新潮产品 又怎么和这奇风美景相容相生 奔发新的活力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月清燕荡山 揭开这座古今明山的神秘面纱 我们燕荡山的话是一个天然氧巴 那这个富氧离子呢 每立方厘米达到3.3万 这么高 是的 我听说世卫组织的评价标准 是每立方厘米1000个富氧离子 就称之为空气清新了 对对对 1000个就空气清新 那3.3万个就是 好像在洗肺了 是 大家发现没有 来到这里就觉得整体是 阴雾缭绕 阴雨连绵 云雾飘渺的感觉 特别的有仙侠法 是的 不少的仙侠剧都在此拍摄过 比如神娇侠侣 还有我们的仙剑 狼牙榜 对 狼牙榜都在这边 用天然的美景实力征服观众 是燕荡山无以有之的独门绝技 燕荡山开山凿盛 始于南北朝 星于堂 圣于宋 积奠了丰厚的文化地域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文献 最早游历燕荡山 并留下诗篇的 是南北朝的中国山水师鼻祖 谢灵岳 徐侠客更是三度到房燕荡山 在徐侠客游记里留下两篇游记 这里共有20一龙景区 仙桥景区 显胜门景区 杰克森景区 燕湖景区 金竹剑景区 滨海景区 阳角洞景区等八大景区 550多处景点 素以独特的奇风怪石 飞铺流泉 古洞鸡学 雄章圣门 和宁翠碧潭 杨明海内外 你知道什么叫飞渡吗 是不是燕荡山的人呢 他是以采摘石湖为生嘛 以前的石湖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 所以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采摘 那我们这个林岩飞渡表演 也是我们浙江省的一个 非物种文化遗产 从采摘铁皮石湖发展而来的 林岩飞渡表演 不仅延续至今 而且接近年还衍生出了 全新的产业链 比如利用天然的威鹅山市 月清燕荡山管委会 引进了飞拉达攀岩项目 千米崖壁至上 钢索飞轿 普通人就可以轻松攀岩上美景 这项针对年轻旅游消费群体的体育项目 燕荡山注入了游乐 运动 惊险新元素 我们现在就马上体验的 就是飞拉达的项目 现在工作人员 正在给我们的佳琪 进行全副武装 这样子保证我们的安全 这样子设备的安全 可以保证 我们在攀岩的时候 可以心中非常的安定 飞拉达项目 从我这个视觉往外看 燕荡山的风光果然不一般 那大家不妨来体验一下吧 感受一下惊险与刺激 飞拉达项目被业内玩家冠以华东第一男亚洲第一险空中花园的美名 这里曾经于2018至2019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全国飞拉达攀爬比赛 为全国飞拉达竞赛摸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乐乐 刚刚我们感受了这个飞拉达项目之后 那现在我们去体验一下修行的一个项目 它的主题呢就是铁皮石虎 铁定溜溜乐园是一个无动力溜溜乐园 这里有着目前全亚洲最长的虎溜溜滑道 一座目前世界第二高的溜溜塔 还配到主题民宿及特色主题商业等综合性体验式业态 桃花谷 樱花莲等环村石井全面满足游客的度假需求 来到雁荡山既要尝遍月清湾海鲜 如仙炒牡蛎 清蒸油猛 蛤蜊豆腐汤等 还得尝尝雁荡风味的小吃 番薯粉丝汤 雁荡山炒米粉干 五味豆腐干 老鸭绿豆面 花样繁多 应有尽有 这是我们雁山五珍之一的雁荡香鱼 非常出名 就是它呀 是雁荡山的五珍嘛 五珍之一 你尝一下 嗯 脆吗 脆脆的吗 对 又脆又香的 特别酥 特别酥 你们每天都吃得太幸福了吧 就是我们烤箱里面烤出来的 特别香啊 对 像你们的话是 身后是大山 吃山珍 河里 海里 然后都是这种鲜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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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海味 人家是只占一样 你们是山珍加海味都占了 我的天哪 进海行除 竹蟹虾 嗯 是 从海产到山珍 从大餐到小吃 雁荡山的美食绝对可以让你流连忘返 免以食为天 有一千双手就有一千种味道 雁荡山的农家乐 瑜伽乐很多 每家的味道都各有特色 雁荡山的游玩项目实在是太多了 我从早上一直玩到现在都还不过瘾 不过现在如今已经是夜幕降临了 那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看 我们今天像他的民宿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 在这里 每家民宿主人 都是有故事的人 他们将自己的追求和理念扎根在雁荡山 呈现出山水田园的诗意空间 雁荡的民宿住的是美景 挺的是诗意 或山上 或海边 或西建 或铺旁 一间间富有山水情怀的民宿不断涌现 若是能在这儿慢下来 住下来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一处休憩 也成了不少周边年轻人的长假首选 去处大美吉林等您来 这里是国家4A级景区松花湖风景名胜区 也是来到吉林旅游必到的打卡地之一 在我身后就是湖区面积550平方公里的松花湖 它位于吉林市的东南部 距离市中心仅24公里 是拦截松花江建设丰满水电站而形成的人工湖 如果您想感受松花湖的独特魅力 就一定要登上游船 投入它的怀抱 地水蓝天 柔风拂面 畅快切意 心境疏散 当你坐船畅游在松花湖上时 相信这样的感觉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而这也正是松花湖的魅力所在 松花湖水域辽阔 湖畅繁多 壮如蛟龙 湖区面积550平方公里 湖长200公里 最大蓄水量达108亿粒光米 松花湖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 明明秀丽的湖光山色 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人流连忘返 来到松花湖 怎能错过地道的松花湖渔宴 松花湖最著名的莫过于三花一岛 就是我面前的熬花鱼 边花鱼 济花鱼和岛子鱼 也称之为白鱼 昔日的吉林文人民市 以赏北山晴雪 食松江白鱼为家事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松花湖水美鱼风 湖中有各种鱼类50多种 每一种鱼都有它独特的烹制方法 清蒸 酱焖 干炸 红烧 一道道美味的鱼餐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 更是勤劳的吉林人民智慧的捷径 我们是清闷和清蒸 这个肉质非常嫩 这个口味是非常鲜嫩的 对 这个是边花 边花味是干烧 符合酸甜口 符合大众 孩子和女同志 这是计划 计划是什么 重要的是一个辣漫计划 辣漫 这个口味特别正 这个是岛子 是干煎的 这个就是外交理论 我看到中间这一条这么大是什么鱼 这个是一个我们家的一个苏骨鱼 是用胖头 七斤左右一个胖头 用十个小时炖着而成 慢火慢炖 它鱼刺鱼骨都能吃 所以说营养成分非常高 老少咸鱼也不怕刺儿炸水 经过十个小时这样一个烹饰之后 里面的鱼骨鱼刺都可以食用 对 尝一尝 一般什么位置是最好吃的 应该是 中间这个位置 看这个脊骨 脊骨这个位置 尝一尝 虽然说里面会有一些 细小的毛刺 但是经过我们的咀嚼 还是可以把它嚼碎的 对 味道非常鲜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时刻 慕名到松花湖旅游品鱼 在松花湖区周围 大大小小经营松花湖鱼的饭店 不下百家 尽管门面有的富力堂皇 有的朴实无华 但每家的松花湖鱼燕牌匾 赫然在目 活水蒸活鱼 也称了松花湖旅游业的一块 尖字招牌 吉林郊河红叶谷 是长白山渔脉老爷岭的一条山谷 这里川有绿野 下有飞铺 秋有红叶 冬有冰雪 山水绵延一百多公里的红叶林 白花林各有独特的风韵 终点出亮丽多姿的风光画卷 因为霜期比较长 金霜一点就会将树叶变红 欣赏起来美观而又耀眼 十一黄金周 选择来到焦和红叶谷 我觉得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 五彩缤纷的枫叶 同样可以感受到这里 大自然最美好的气息 而这里每年的最佳观赏时期 是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 我想对于一个红叶景区来说 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是足够长的周期了 说到焦和的旅游攻略 除了红叶谷 那就是有着关东奇山之称的拉法山了 拉法山位于吉林省 焦和市城北15公里处 它以雄伟险俊 古洞清幽 怪石连巡 花木奇秀 似识果异 却为无穷的自然风光而铸成于世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拉法山 叫险的这样一个山峰 叫做旗盘峰 说实话站到这里 我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通过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纵览整个拉法山的面貌 包括我们拉法山的这样一个全景 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焦和市区的 这样一个全景 而且旗盘峰也是我们欣赏 日出日落云海三大奇观的最佳景点 黄柏山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 大别山腹地 玉厄晚三省交界处 所有鸡鸣文三省之称 海拔735米的天池 是玉南海拔最高的湖泊 湖畔松连起伏 逃生阵阵 湖中水波连连 扶山掠影 尽数池底 黄柏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 被誉为天然养霸 嗨 金竹海沙沙作响 观众朋友 这里是有着天然养霸之称的黄柏山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柏山的大峡谷 漫步松林间 这绝对是一场美妙的喜废之旅 大峡谷独特的巨型花岗岩地貌 在河流千万年的冲刷下形成了滴水峡等景观 峡谷里也是冻植物的王国 这里就是被誉为处于禅宗的古叉 法眼寺 那么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两棵银杏树 据说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那么同时在我的正南方 有一个名字非常有禅意的 吴念湖 湖水是黄柏山上盆地储水自然形成 湖面像镜子一样平 拱位着寺门 同时还是传说中的金盆跳里之地 这座曾在大别山里的古叉已有千年的历史 最早建于唐宋年前名为报恩寺 法眼寺历经沧桑几度心扉 如今的法眼寺是在原址上重建的 只有寺庙前那两颗千年古银杏苍翠依然 与石狮子一道守候千百年的沧桑岁月 来山间走一走啊 山中的美食你可别错过 你看这小火焖出来的土猪肉啊 喷鼻的香味真是太馋人了 我都忍不住想吃一口呢 嗯 这个就是我们商城的特色美食 捅鲜鱼 咱们商城这个捅鲜鱼的选材啊 都需要两斤以上的鲜鱼 在做鱼的时候要刮鳞去炸 洗净沥干 然后再切成小罐放进毛竹筒内 在它的表面啊撒上一层盐 放在阴凉处腌制一周左右才可以吃呢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提前做好的桶鲜鱼 它的肉质啊鲜滑爽嫩 并拌有竹筒的鲜香 煮出来的汤啊喝起来也是非常的鲜香呢 商城的食材 商城的水 炖出的汤清味道美 原来这里是中国的炖菜之乡 一碗正宗的商城炖菜 先用大火煮沸 再改用中火撇去浮沫 后改用小火慢炖 离开炖菜之乡商城县 这个厂家里 您还可以到河南信阳故事县游一游 这里有集茶 竹 蝉 山 水 晴 为一体的西九华山 有徐侠客命名的龙街西地 有七彩花海 有山水画廊 有骑石 有瀑布 有各种惊险刺激的活动项目 穿梭于竹林之中非常的刺激吧 玩累了还可以品尝南山八大菜 南山八大菜是清炖故事土鸡 山泉水炖鸡蛋 淮山羊肉锅 捅鲜鱼 玉南黑猪肉 白鹿湖面炕鱼 字墨水豆腐和故事鹅块 同在信阳 同一大别山的还有一座 因司马光而闻名的地方 光山 司马光出生和杂冈的故事 都发生在这里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看到司马光生平的典地 还可以领略到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关渡河 司马光油茶园等玉南水香风光 饿了还可以品尝到融入了南北风味的司马光家宴呢 鹤州市昭平县地处广西东部 桂江中游珠江上游 这里山清水秀 镇谷茶香人长寿 昭平是珠江上游遗落的香格里了 风从古镇梦境黄瑶 他因为一座古镇活色生香了上千年 皇耀古镇发祥于宋开宝年间 新建于这个明朝的万历年间 鼎盛呢就是在清朝的这个乾隆年间 所以说是一个千年古镇 你看它这个四周围的房子 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 明末清初当时的这种里南风格的这种房子 明末清初的黄瑶是广东 广西 湖南 三省交界处的商业重镇 其中的三百多间明清宅院 青砖带瓦 飞檐化洞 看似不起眼的一间老宅 也许就有一个质地有深的名字 皇耀古镇里面的街道啊 很奇怪 它是号称我们中华第一风水古镇 它所有的街道里面呢 它没有十字路口 只有延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 一个代表着延丁兴旺 哦 这个里面啊 对 对 对 它这个整个镇呢 这个有三百多古建筑 三百多多房子 而且呢 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有一些的话呢 需要修缮 也是修旧如旧 是吧 在外面一看的是个古建筑 当然里面呢 沿用了一些 现代化的设施 就说你进去住了也很舒服 传统和现代的结合都非常完美 这是完美 漫步黄窑 夜宿千年宅院是很多人来到昭平的必选体验 不大的黄窑却藏着上百家酒店民宿 有设施完善的精品酒店 也有修旧如旧的百年圣旨释符底 寻梦黄窑一夜千年 这些酒店民宿的气息 早已渗透成黄窑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沉淀处处豆豉香 在昭平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不能不提 那便是黄窑豆豉 早在清朝黄窑豆豉就一起乌黑发亮 齿香浴心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胺基酸的特质 称为皇家供品 那现在这个豆豉就能够直接尝了吗 可以了 其实这个一开盖 翘出来晒一下就已经可以吃了 已经香味不比 对 这已经闻到就是那种豆豉的香味了 香味是吧 你尝尝 它有点那个 带甜带甜的 五镇的人们喜欢以豆豉入菜 猪蹄 活鱼 丰润的油脂 充分激发豆豉 经由时间转化而来的独特风味 变得咸香爽滑 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 好 因为到了我们的千年古镇黄瑶 就一定要品尝一下我们黄瑶的美食 黄瑶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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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就是在黄瑶的历史上 总共出了11位的举人 每一次这些举人中举以后 他都回到家乡 去头体 宴请这些父老乡亲 一起来感谢父老乡亲们 以往对他当时寒床苦读 收到给予的帮助 上面是豆豉香 用豆豉来焖制的这个猪蹄 它对这个猪蹄的颜色 还有去掉它的油腻 整个猪蹄里面充满了这个豆豉香 Q弹爽口 这个是鱼 咱们再尝一尝我们的豆豉香鱼 尝尝 好 来 这个豆豉鱼 是吧 还有比较风味 嗯 满吃流香 最后我们要提醒您的是 不少热门景区 现在都在实行门票预约分式游览举措 部分热门景区预约需要提前一周 景区方面将在本周迎来预定高峰 此外受文旅消费热情的影响 这个黄金周不少室内的场馆 还有博物馆也很受欢迎 预定难度由此提升 高品质酒店及目的地 或成为一股旅行潮流 尤其是各类高星级的酒店 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上海的高星酒店均价 已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0% 另外湖州 敦煌 张燕 黄山 离水等地 预定酒店已经出现了 房间紧张的情况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如果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有趣的事情 愿意拿出来和我们分享 如果您了解一些 不为人知的消费内幕 或者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欢迎您扫描 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消费主张 微信公众号 通过留言的方式 把您的遭遇告诉我们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 我们央视财经后端 朋友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